大家好 星期二日报 今天是2022年11月8日 星期二 政府研究强制医护人员 需要在供应医疗系统工作满一定年期才可以离开 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日前发文 这个做法驱使在供应机构服务的医护 提早离开 形容是 阿茂整饼 李家超 他今天出席行会前回应 并说 医护人手短缺是不争的事实 反问是否不处理这个问题 他指本地培育医护人员每年都有限额 相信很多医护人员从事相关的工作 除了是业外专业 亦对社会有责任 愿意为香港付出 李家超就说 要协助整体的供应医疗系统 为港大市民提供良好服务 政府是必须想方法解决的 过程中要视乎实际的情况 与业界沟通 细节交由医务卫生局 与相关方面商讨 他都傻傻的 你限制人员 你限制人员做了一定年期才给你酒 别人真的有事 那你是不是不给酒 我跟你说 如果你立起这些 真是阿茂整饼 真是阿茂波整饼 你立起这些 只会越来越少人去做 在香港做医护 你别这么笨 阿超 你被阿茂 你被阿茂 你被阿茂这个傻子欺骗 一定是阿茂 这个傻子 阿茂 阿茂这个又是仆街 阿茂 不是阿茂波 阿茂波 是阿茂 阿茂 港台前篇道错误灵查冊车牌那件事 昨天上诉我被驳回 被问到会不会收礼给记者查冊 李嘉超没有正面回应 只是说新闻自由受到基本法的保障 已经在口袋中了 任何职业的人士都要遵守法律 没有人可以凌駕在法律之上 这个我不评论 总之 你炒了就谋了 王岩尔所说 你在APEX 看到习近平 你过来 喂 为什么我开关 哇 吓到 大家等完APEX 差不多了 就开关了 好 记得按like 点击广告 跟习近平 下一个眼神 背着阿茂 阿茂 尿都拉出来 按like 点击广告 建设性留言 全家媒体分享 订阅我们的频道 要费赞 帮助有能力的Patreon支持 多谢 拜拜 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